财神 今天是赢财神 我也不知道怎么赢财神 反正早上我跟Sam聊了一会儿 我说我会帮你 做那个护发水 是情人节的礼物 他说那我出去给你买一束花 你要什么样的花 我跟他说除了菊花 白花黄花你不要买 我说你记得吗 你第一次我到你家 给我买了一束 菊花我说干嘛 菊花我说是 当然要看地方 那个广东人他们菊花还是很喜庆的 但是上海人我不知道 我妈妈就说 要不就是宁波人的规矩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就是说菊花白花过年过节 不能送人的 所以Sam记得这个 就问我 他说那是我不该买的是什么花 我说你这样 你就买他们 什么花都有的 这个是最好的 我说别给我买玫瑰花 他说好的 那我去做这个 护发素的东西 因为待会我还有朋友来 今天这颗儿菜我想送给他 他好像没种儿菜 想让他尝尝 这个星期我得把瓦笋全部拔了 你看这个天 又是乌云漫步 好像又要下雨了 我不想这种菜烂在地里边 所以呢 他们也是确实是长得很高了 我都三四天没给他们浇水 好像也不需要浇水啊 地里还是很湿 但是这块地好像很干 到时候看吧 刚刚Sam跟我说 他说他看新闻 好多饭店都要关门了 后来我说是不是没客人去吃饭 他说对 以前我跟Sam两人 如果吃中饭的话 差不多也就是连tip 只要25美金 现在不对了 出去最起码是60美金 所以呢 他说他也不想出去 为什么 他牙齿没有啊 好多东西不能吃 我做的这些土豆啊 胡萝卜啊 还有一些绿叶菜啊 他能吃是因为我煮得很烂的 肉也是 昨天煮的那块排骨 他说太好吃了 我炖了整整半个小时 很烂很烂 他才能吃 或者他就吃hamburger 就是ground meat 所以我们很少出去了 现在我偶尔跟朋友出去 也是怎么说呢 我说那个账单来啊 就是小费 以前你放一块钱就够了 现在他就给你明写的 18% 最高到30% 所以你说吃 已经是没什么好吃了 已经是很贵了 你还放这样的tip 而且他这个tip是连睡也帮你架在一起 有点抢钱 抢风的这种感觉 所以呢 Sam说 我是不会再出去吃 你要吃呢 偶尔跟朋友出去也没关系 我说是啊 现在说实在的 大家 怎么说呢 疫情以后 工作也不是那么好找 有了工作 说实在压力也是很大 所以 在用钱方面呢 可以这么说吧 都是很小心 好 我去干活去了啊 外面太阳还是很厉害的 所以 我今天就在房间里 帮Sam来 护发水 这个护发水呢 是头发干的时候 不是洗好了以后 就是头发吹干了以后才用的 护发水是什么用处呢 就比方说 冬天 头发比较干 或者你的头发是属于很毛躁的 但是你想 让它顺一点 那你就用 这个护发水 这个护发水 也可以说是一个 免洗的护发水 什么意思呢 比方说你出去旅游了 带一点这个水啊 万一你 不方便每天洗头 但是头发又乱 又不听话 那你就撒一点这个水 这个水要比助力高好 第一 它很天然 我用的是Organ的 这个 莫洛哥的坚果油 有一种的Sam是不要油 因为它其实也没几根头发 像我这种 头发比较密的 还有我一个朋友 他头发也是很密 所以他就会很毛 他就会需要这样的水 那Sam我没放油 但是我放了两个 对头发有好处的 一个是Protein 蛋白质 还有一个呢 精油 精油这个东西呢 它一个是让它有点香味 还有一个呢 它也是促使头发的 坚固跟不脱落 我用的是迷失香精油 好现在我们就来做这个护发素 其实这个护发素很好做的 我先把这两个配方 还是这样吧 拿一个配方出来 这样你们可以截图 看你需要什么 一个是没有油的 一个是有油的 先做没有油的 这是一个50克的这个配方 我做呢 是做100克 所以你就按照百分比 来做这个gram 就是克素 用克来做 首先你得准备好一个瓶子 那你就看看你的安装这个瓶子 它可以放多少 我基本上100克这个瓶子 是没有问题的 瓶子呢 最好是用喷的 就喷污的这种瓶子 如果你没有喷污的 你只有低的也可以的 先把我要装的这些瓶呢 消毒好 让它倒过来晾干 我是用91%的酒精 来清洗它们的 我拿一个玻璃杯 也是消毒以后的 倒入95克的清水 这是蒸馏水 一定要用蒸馏水 它才没有杂质 放在炉子上 把它几乎煮开 再来秤这两个乳化的材料 秤完以后 直接就倒入到开水的杯子里 这个开水呢 已经在煮了 但是我们要把它煮到 几乎煮开 这两个材料放下去以后呢 以后就这样搅拌它 让它慢慢的融化在水里边 你要是觉得手酸了 你可以停下的 没有关系的 你看它还有一粒粒的东西 看到吗 继续搅拌 等到颗粒的东西完全乳化 变成水了 等它们冷却到100度的时候 加入最后一个部分 先加入的是防腐剂 再加入的是精油 再加入维生素B5 再加入蛋白质 拼命的搅拌 Sam的这一款呢 就做好了 它主要的跟我做的那一款的区别是 它没有油 因为现在还是很热的 所以不能装到瓶子里 现在放边上先让它凉一会儿 现在我来做我的护法素 护法素里边有油 这是它的配方 我们也是先把水 秤好了以后 先把它煮开 来秤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的第一第二个呢 是乳化的材料 再加入的是 木楼割油 把这些材料秤好了以后呢 加入到煮开的水里边 就把它们搅拌 慢慢的让它融化成液体 让它冷却到100度 趁这个时间呢 我来秤一下第三部分 我用一个小罐子 先加入维生素B 再加入蛋白质 接着我再加入精油 加入防腐剂 现在杯子里的液体 已经全都凉了 我们就可以把第三部分的材料 倒入烧杯里 完全的搅拌 搅拌匀了以后 都看不到有颜色 有颗粒 什么都没有 就变成乳白色的液体了 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在边上 等它完全冷却了 就可以装盘了 做的第一罐已经完全冷却了 我把护发素倒入这个瓶子 这个瓶子是蓝色的 它是可以遮光 我自己用啊 所以我也没有去设计什么label 我就是直接在我的小的打印机里边 打了一些材料的一个label 只要拧上喷雾的盖子就可以了 吃完午饭 我的那罐也冷了 也可以装瓶子了 我迫不及待的 就去洗手间 擦上了这个护发素 一想忘了给你们看 所以又重新擦一遍 装这个罐子 不要把它装满 用之前先把它摇一下 把它喷在手上 一个手喷了 用另外一个手 我现在手是很滑 因为刚刚已经用过了 再用另外一个手 抹一下 就可以直接抹到头上 它有点像助力膏 也有点像护发素 又有点像水油 所以你可以随便用 随时用 你想用就用 而且它不会贴在头皮上 很蓬松的 这是我做的护发素里边 我觉得最好用的 也是最好做的一款 推荐给你们 我把所有的材料的网址 买这些材料的网址 全都放在下面的评论区里 你们可以去试试哦 Sam用了特别喜欢 但是他不让我拍 他说因为他没几根头发 已经是快晚上五点了 Sam回来了 看看Sam Happy Valentine What do you give to me? Wow! Beautiful flower! And what it is? 他还买了卡 我就不知道 这个卡 比什么都重要的 哇! 这个花还是很漂亮哦 我说里面怎么会有白的 他说你不是说白的可以吗 其实我就是 有一找茬呗 我拿了花瓶 把它们插上 这是我们俩交换的礼物 这是我刷到朋友说 好多人去接财神了 都忘了情人了 最后我用朋友发了那一段 情人节的话 来结束今天的视频 他说情人节 并不是让你去找情人 而是让大家要做一个有情的人 对天下苍生有敬畏 悲怜之情 对长辈有孝敬感恩之情 对幼小有怜爱之情 在这个物语横流的世界上 重要的不在于你有没有情人 而在于你是不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 情是缘分 情是习惯 情是宽容 情是付出 情是互动 情是感动 说得太好了 远离无情无义的人 好吧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你的关注 祝大家情人节快乐 Happy Valentine's Day